剛逛了一下這邊才發現 現在這一區有蠻多的餐廳 已經進駐到這邊來了 它是美軍宿舍的利用方式之一 就是想說借用這些不同風格的餐廳 來活化這些曾經的歷史痕跡 那當然也有相當多 像是電影或電視來這邊取景 因為他們的場景實在是太特別了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深入 去探討這些電影的場地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裡呢 跟電影的其中一幕有一點類似 那就是會出現機械手臂 會動的那種 有沒有看到嗎 真的機械手臂它真的在泡咖啡 我剛剛本來還想說 機械手臂可能就是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但是泡咖啡這個東西 是有很多很多的訣竅在的 沒想到這麼多工程 這麼多工序的一樣工作 居然是由機械手臂來完成 而且它不是那種 我們一般電影看到的那種 會保護家人 會保護我們安全的那一種機器人 它就真的是拿來專門泡咖啡的那一種 而且這一台它來歷可不小 我跟你講 它在德國 可是有幫知名汽車品牌的汽車 來做組裝的動作 你看是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跟你講 會做這些事情 還不足以說服我 我還不會去佩服它的 因為泡咖啡這個東西 我本人是滿講究的 不知道它泡的咖啡 喝起來是如何呢 點一杯來喝喝看就知道了 來 機器人泡的咖啡 人泡的咖啡我是喝很多的 但是機器人自己沖的咖啡 我倒是第一次 先來喝喝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不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咖啡 它不輸給人手工沖的咖啡 怎麼說呢 因為一般人喝咖啡 為什麼最喜歡人家喝手沖的 因為很簡單 就是想要喝到那個手的溫度 人泡出來的咖啡才會有溫度 才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 老闆他們這邊的咖啡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最自豪的就是 他的那個機械手臂泡出來的咖啡 完全不輸給一般人手作的咖啡 而且老闆也有講到 一般的那種咖啡師 他們沒有一定的水準 是泡不贏他的機械手臂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台機器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而且是從德國進口的 AI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聰明的一台手臂 當然我不只點了 他們機器人手臂作的咖啡 我還點了他們這裡的兩個套餐 首先第一個 這個就是德國豬腳 好 這一種的話 它是外皮比較酥脆 屬於它的質地比較硬一點點的那一種 那我先來吃吃看 它的外皮光你擦著這樣擦就可以聽到 那種咔滋咔滋的聲音了 天啊 這個口感讓我有點驚豔到 怎麼說呢 因為一般這種烤的比較酥脆的外皮 它都會有一個通病 就是它裡面的肉 肉質都比較偏乾一點 但是它這裡面超級汁的 我的天啊 就是很少可以吃得到外皮這麼酥脆 裡面還那麼汁 而且它的肉質是屬於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嚼勁的那一種 所以它的口感上面的話 我覺得算是有層次感一點點的 再加上你看 它旁邊也非常道地 也非常貼心 怎麼說呢 德國豬腳真的旁邊都會放一大坨這一個 醃漬過的酸菜 哇 你看 非常貼心 你就是吃豬腳吃多了 可能會覺得有點膩口的話呢 你就可以加它旁邊的酸菜來解憶 我還點了他們這邊的 炭烤樂野牛排 它有一個小小的食物 我跟你講 非常的人性化 一般人吃牛排嘛 可能說 跟店家講它的熟度會有一點出路 比如說你要吃 八分熟的 它可能幫你烤到七分熟 或者是太深 你不敢吃的話呢 這一間店它旁邊 還有準備一個加熱的鐵板 你就是如果覺得太深的話 不敢吃 你就要在旁邊加熱一下就OK了 好 來吃吃看它的熱眼牛排 它的外皮真的都烤到有一點點酥酥脆脆的 你們想知道原因嗎 我剛好問過老闆了 幫你們解答一下 因為他們這裡用的烤箱 是紅外餡的烤箱去烘烤它的肉的 所以用這個紅外餡 有三大優點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優點 是它的水分不容易流失 第二個呢 是它烤的時間可以縮短三分之一 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說這塊牛排 平常要烤半小時的話呢 那它用這台烤箱 只要烤2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第三個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用這個紅外餡烤肉的話呢 蛋白質不會流失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棒 營養全部都鎖在肉片裡面 吃起來又那麼的juicy 我真的吃到現在 我只能說這間餐廳真的是太完美了 怎麼說呢 它的氣氛好嘛 又在這種古老的建築物裡面 再來就是它的老闆 選用的材料跟它的做法 又那麼的道地這麼的講究 這麼的細微 很少有看到料理就是這麼的細膩的 從它的選材就鑽研這麼久 你就可以知道說 老闆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人了 而且老闆自己也有講過 他從事西餐的行業也有43年了 快要我的年紀兩倍了 難怪他的料理吃起來這麼特別 下一次有機會來到陽明山的話呢 不妨來這個美軍的宿舍這邊 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 當然你也可以停下腳步來 好好的品嘗一下 老闆鑽研了40多年的新鞋啦 好 我先吃囉 去看一看 community 對不對 都打換了400多정을 是 酒 是